大家好 我是Ronnie 那么我今天的提案是中央政府总预算改 那中央政府总预算算是G&B的一个开山专案 从2012年第一个专案就是这个专案 然后这个专案就是可以让大家用资料试取化来看 就是各种政府预算 然后其中每个圆圈都是一个预算 然后圆圈越大 那个预算就是钱越多 然后可以看到一些历史变化 那么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来自于主计总处的 税出机关别预算总表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预算案 预算里面会有还有哪一些科目 然后那些科目去年多少钱 今年多少钱 然后为什么要花这些钱 都会有说明 那九年了那到底要改要改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改的地方是 本来在双政府总预算只有预算 但是其实还有法定预算跟决算三样东西 那么政府预算是每年九月的时候 行政院会送出预算案 就是说明年我们想要怎么花钱 然后一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 立法院就来写预算案 整完之后最后变成一个新预算 就是实际上法定可以 让你的声音是变小了 对 让你让你让你 让你你声音调大声一点 对 然后再来法定预算的部分 其实就有很多资讯可以整的 有没有了 像是立法院到底砍了多少预算 是谁砍了 哪些立法委员 对哪个预算提了多少意见 然后行政院怎么回复的 然后以及跟预算的落差有多少 那决算的部分就是实际上花了多少钱 所以可以做的事情是 它到底跟法定预算落差有多少 那第二个改的部分是让资料变得更细 那更细有分 科目有分时间 那科目的话 像原来最早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科目精细度 只有到 例如说中研院的科学支出的学术审议 及研究 109年的时候是各十八千万 另外百万千万 35亿 就只有到这样的基金 但是其实可以找到更精细的是 许识费 业务费跟辅助费 而且一到十二月 各自有各自的实现数 所以时间上可以结合成十二个月 然后科目还是继续弄更细 然后第三个点还是说 因为中央政府总预算 只有中央政府的部分 但其实各县市也有县市的资料 然后再来就还可以再整合 标案资料 就是这些钱花出去 是不是还有跟什么标案可以整合 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改呢 那首先就是 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Dehout and GOV 里面有满满的预决算资料 因为政府官方把第一条说 就是政府预决算必须要公开 那所以很多政府单位 为了想要充KPI 他们就把预决算都丢进去 所以政府Dehout and GOV 里面有四万九亿的资料集 里面有八千八百笔 含有预决算 那所以其实 大部分都是GPA格式的插标 就主机总处的格式 那所以今天其实想做的事情 我目前已经有 我目前进度是已经把资料做好清理 然后做一个展示界面 然后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想把插标 各种插标等你出来 然后让他的资料可以汇进去 好 谢谢大家 时间到 谢谢Ronnie 我也在讨厌 constraints 你知道 disc Mundia 怎么知人C fate